为了巩固经营权 泰山日前大动作卖掉全家持股 究竟是谁接手 现在答案揭晓 国泰蔡家 全家发中讯证实 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家族旗下的 投资公司万宝开发 砸下超过81亿 接手43,300张全家持股 国泰这次出手 市场人士分析与失去好市多 信用卡发卡权脱不了关系 这个是我自己的猜测 就是说国泰市务 甚至来跟全家来办一个 这个联名卡电子支付的一个过程中 能够更有效率 更紧密的跟信用卡方面 来做一个整合 那对于国泰市务华来讲 信用卡户 它的使用频率会更高 超商二哥全家 全台超过4000甲门市 旗下电子支付今年4月上线 旗下会员数早已突破1450万人 这回被金融大咖国泰看上 市场预期双方不只能加深跨界合作 也能补足国泰在零售通路 以及电子支付缺口 跟拥有默默的对手 富邦一较高下 即便没有任何的动作 它是一个好的投资标的 确实是事实 也许未来全家的一个拓展 也有可能给这个国泰 带来另外一个收入的挹注 第二大股东从食品业变成金融业 全家表示未来会看市场需求 评估是否扩大与国泰在ATM机台的合作 至于出托全家持股的泰山公司派 与市场派龙邦国际 经营权之争 却随着全家股权一主 进入交土作战 继续文化转为林晏财宝报导